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中国故事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1.曹雪芹驻红楼梦 繁花似锦哭红炎 2.司马迁寿行后驻史记 千古文章十足 三度浮草堂吟诗诗 诗圣风谷奥千秋 那么 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 说说曹雪芹驻红楼梦 繁花似锦哭红炎 各位听众 今天我们来聊聊 那不被誉为中国古典文学巅峰之作的 《红楼梦》 这可不是一本普通的书 而是一部让人笑中带泪 哭中带笑的大型情感实验场 曹雪芹先生用了十年心血 写出了这部千回百转 情感繁复的剧著 可谓是把自己的灵魂 都融入了文字之中 《红楼梦》里的人物 多得能组成一个足球联赛 而且每个人都有着鲜明的个性 这些人物就像是一朵朵繁花 紧促般绽放在大观园这个舞台上 但是这些花而开的在燕 终究逃不过凋零的命运 这就是我们要说的繁花似锦枯红颜 曹雪芹先生巧妙地将人生百态 融入这些红颜之中 他们的爱恨情仇 就像是一面镜子 映照出人性的光辉与黑暗 古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 纯真而又悲哀 薛宝钗的含蓄与坚韧 让人钦佩 王熙凤的机制与权谋 又让人又爱又恨 这些红颜的命运 就像是一场场精彩绝伦的戏剧 让人捧腹大笑的同时 又忍不住潸然泪下 而这部小说最让人称奇的 莫过于他的预言性 曹雪芹先生 在书中多次透过梦境 诗词 谜语等方式 暗示了人物的命运 比如古宝玉梦游太续幻境 就预示了大观园的兴衰 林黛玉粉稿 则预示了他与宝玉爱情的结局 这些预言性的描写 让人不得不佩服曹雪芹的深谋远虑 当然 这部小说也有他的神秘之处 比如说 曹雪芹究竟写了多少回 后来的续作是否出自他手 这些问题 至今仍然是文学界争论不休的话题 不过 这些谜团也正是 《红楼梦》吸引人的地方之一 让人在探索的过程中 更加沉迷于这个繁华似锦的世界 总之 曹雪芹的《红楼梦》 就像是一场华丽的宴会 邀请了所有的情感参与其中 在这场宴会上 我们笑着 哭着 感受着人生的酸甜苦辣 而当宴会结束 繁华落尽 我们才发现 原来这一切 不过是一场梦 一场《红楼梦》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司马迁受刑后驻史记 千古文章始祖 好的 让我们来聊聊 这位历史上的大明星 司马迁 他的故事比好莱坞大片还要精彩 司马迁 西汉时期的宫廷史官 也是一位大胆的历史学家 他的名作《史记》 被誉为千古文章始祖 这可不是随便说说的 但是 他写作《史记》的背后 有一段颇为戏剧化的经历 话说司马迁在皇帝面前 曾经力挺过一位失败的将军 结果不仅没能帮到朋友 反而惹来了麻烦 皇帝大怒 给了他两个选择 要么死 要么接受攻刑 也就是被阉割 司马迁选择了后者 这在当时的社会是极大的耻辱 但他选择忍辱负重 为的是能完成他的伟大工程 史记 想象一下 这位史官在身心遭受巨大打击后 还得坐在那堆满竹简的房间里 一边处理着难以言说的痛苦 一边还得继续他的历史研究 这份毅力 简直比现代健身房里那些 晖汗如雨的健身达人 还要强悍 司马迁的《史记》 不仅仅是一部历史书 它还是一部文学剧主 他在书中运用了生动的语言 和丰富的叙事技巧 让那些古老的历史人物 跃然纸上 仿佛是在看一部不精彩的电视剧 他的《史记》 不仅记录了从皇帝到汉武帝的 广阔历史 还创造了史家之绝唱 无韵之离骚的辉煌 司马迁的故事告诉我们 即使是在最糟糕的情况下 也能创造出不朽的作品 他的《史记》 不仅是他个人智慧和才华的结晶 也是他对于历史的热爱 和对未来读者的 深深责任感的体现 可以说 他用自己的遭遇 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历史财富 所以 下次当你觉得自己的工作有点难受 或者生活 给了你一个大柠檬 想想司马迁吧 他不仅把柠檬变成了柠檬水 而且还加了点蜂蜜 调出了一杯千古流传的甘露 《史记》 这位千古文章十足 确实是我们学习和生活中的 一大励志标杆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杜甫草堂因诗司 师胜风骨傲千秋 好吧 同学们 今天我们来聊聊 那位被后人誉为师胜的杜甫 他的草堂 不仅是四川成都的一个旅游热点 更是无数文人莫可朝圣的地方 想象一下 这位师胜在草堂中吟诗作对 那风骨傲然的姿态 简直就是古代文艺青年的标杆 首先 我们得知道 杜甫的一生可谓是坎坷 他经历了安史之乱的动荡 生活上也是颇为艰难 但即便如此 他的师作却充满了对社会的关怀 和对人民的同情 这种深沉的情怀 让他的师作跨越了千年 依然感动着今天的我们 说到草堂 这可不是什么豪华的别墅 而是杜甫流亡到成都时 由一位朋友赠送了茅屋 在这个简陋的居所 杜甫度过了人生中 最为丰富多彩的四年 他在这里写下了许多传世之作 包括春旺 茅屋为秋风锁破歌等名片 想象一下 杜甫在草堂中 一边品名 一边观赏着窗外的竹林和远山 心中或许在想 这个月的房租又要到期了 但是我得先写完这首诗 当然 这是开玩笑的 毕竟他的房子是朋友送的 房租应该不是问题 杜甫的诗作 之所以能傲视千秋 不仅因为他的文学成就 更因为他的诗中 有着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 他在困苦中 仍保持着对理想的追求 对社会的关怀 这种精神 在他的诗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最后 我们可以这么说 杜甫的草堂 不仅是他吟诗的地方 更是他思考人生 关怀天下的精神家园 他的诗作 就像那草堂一样 经历了风雨 却依然屹立不倒 成为后人心中的一片绿洲 让我们 在繁忙的现代生活中 仍能找到一丝诗意和宁静 好了 今天我们聊了三位文学巨匠 他们分别是《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 史记的作者司马迁 以及杜甫这位师圣 曹雪芹用他的繁花似锦哭红颜 让我们笑中带泪 司马迁在受刑后 创作出了千古流传的史记 展现了坚韧不拔的精神 而杜甫则在他的草堂中吟诗作对 给我们带来了无尽的诗意和思考 这三位文学巨匠的作品 都有着深刻的意义和智慧 他们通过文字 刻画了人性的光辉与黑暗 描绘了人生的喜怒哀乐 他们的作品不仅给我们带来了欢乐和感动 更让我们思考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同时 这三位文学巨匠的故事 也给我们带来了启示 无论是曹雪芹在写作《红楼梦》时的耐心和财情 还是司马迁在受刑后坚持写作的毅力 又或者是杜甫在草堂中思考人生的智慧 他们都是我们学习和生活中的榜样 最后 我想邀请观众们一起来参与讨论和提问 你对这三位文学巨匠的作品 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觉得他们的作品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 欢迎大家留言 分享自己的想法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请不吝点赞